買玩具了 買玩具了 今天 泰羅奧特曼來到麵包餐的販賣機 他拿了一個籃子 他會買到什麼好玩的玩具呢? 欸? 販賣機釣出來了一個紅色的奇趣蛋 這裡面會有什麼呢? 裡面好像是兩位奧特曼的手指玩偶 這兩個奧特曼都有大大的腳 右邊這個是泰羅奧特曼 左邊的這一個是哪個奧特曼呢? 泰羅奧特曼還有一件紅色的披風 看起來好帥氣啊 讓我們把這兩個手指玩偶帶到泰羅奧特曼的手上 販賣機還釣出來了兩個奧特膠囊 這會是哪兩個奧特曼呢? 出現了 原來是奧特曼的 那你們知道這兩個是什麼形態嗎? 右邊的這一個發出的是黃色的光 左邊的這一個發出的是紫色的光 看起來好帥氣啊 太好玩了 買到了兩個奧特膠囊還有手指玩偶 這是什麼呢? 讓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欸? 原來裡面是兩個迷你的怪獸人偶 這是什麼怪獸呢? 左邊的這一個長著鋒利的牙齒 然後左手好像是一個鐵球 右手好像是一個錘子 然後右邊的這一個怪獸有一隻大大的眼睛 它的背後是這樣子的 左邊的怪獸背後還有一條尾巴呢 販賣機還調出來了兩個黑色的怪獸膠囊 這是什麼怪獸呢? 這兩個怪獸看起來好邪惡啊 左邊的這一個怪獸發出的是紫色的光 右邊的怪獸也是發出紫色的光 兩個都看起來好黑暗的感覺 貝利亞買到迷你的怪獸人偶 還有怪獸膠囊 她開心的離開了 小豬佩奇正好買到了好多零食 準備回家和喬治一起分享 這時候貝利亞突然出現 她跟小豬佩奇說 我這裡有好多好玩的玩具 我們一起來玩吧 佩奇想到媽媽對她說 不要和陌生人一起玩 然後她就離開了 正當小豬佩奇準備回家的路上 這時候貝利亞又出現了 她跟小豬佩奇說 我這裡還有很多好吃的 我們一起來吃好吃的吧 佩奇還是自己離開了 可是這個時候 貝利亞衝上去 把小豬佩奇打倒了 她來做什麼呢? 噢!她把小豬佩奇買的零食全都搶走了 小豬佩奇一個勁地哭啊 救命啊!救命啊! 聽到小豬佩奇的救命聲 泰羅奧特曼飛了過來 她問小豬佩奇發生了什麼事情 佩奇告訴奧特曼 有一個黑色的怪獸 把他買來的零食都搶走了 太羅奧特曼 太羅奧特曼想了想 黑色的怪獸 難道是貝利亞? 她答應小豬佩奇 會把零食搶回來 佩奇謝謝奧特曼 太羅奧特曼飛去找貝利亞算帳 哇!好大的一個漢堡啊 貝利亞正在吃掉小豬佩奇的食丸 讓我來看一下今天搶到的食物有什麼呢? 這裡面還有好多好吃和好喝的 今天撞到了 這時候泰羅奧特曼突然出現 可惡的貝利亞 原來是你把小豬佩奇的零食搶走了 這不是泰羅奧特曼嗎? 我正吃得正香呢 又來壞我的好事 泰羅奧特曼說 快把零食還給小豬佩奇 不要再欺負其他人了 貝利亞說 那可沒那麼容易 你要打倒我再說 既然這樣 那就讓我來打倒你吧 看我的 歐巴特曼從光形態 歐巴特曼爆炎形態 變身 泰羅奧特曼用奧特膠囊 召喚出了兩個奧特曼 他們一起把貝利亞打倒了 然後把小豬佩奇的零食搶了回來 可惡的奧特曼 你們竟然一掃七多 哼 看我的 我也有怪獸膠囊 不好了 貝利亞用他的兩個怪獸膠囊 融合出了一個超大的貝利亞怪獸 這是什麼怪獸呢 他一拳一個奧特曼 把泰羅召喚出來的兩個奧特曼 都打倒了 這是什麼怪獸 太可怕了 居然把我召喚的兩個奧特曼 都打倒了 看我的 奧特之父 泰羅奧特曼 用手指玩偶 召喚出了這一位強大的奧特之父 他準備進攻這個貝利亞大怪獸 可是進攻好像沒有效果 貝利亞大怪獸反攻 把奧特之父也打倒了 不好了 這該怎麼辦呢 泰羅奧特曼想了想 只能用最後一招了 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指人偶 他要來做什麼呢 原來他把手指人偶的力量 都給了奧特之父 奧特之父又站了起來 奧特之父說 看我的 我要借用奧特六兄弟的力量 這時候奧特之父拿出了奧特六兄弟的奧特劍 看我的 奧特融合司機 奧特融合司機 發射 貝利亞大怪獸 終於被打敗了 太棒了 多虧了奧特六兄弟的力量 奧特之父才戰勝了貝利亞大怪獸 太羅奧特曼 謝謝奧特之父 打敗了怪獸 然後奧特之父就飛走了 貝利亞 貝利亞看到自己融合的怪獸 被打回成了怪獸膠囊 好不甘心啊 太羅奧特曼說 黑暗是戰勝不了正義的 然後就逃走了 太羅奧特曼把小豬佩奇的零食送了回來 看到零食被送了回來 小豬佩奇好開心啊 他謝謝太羅奧特曼 而且小豬佩奇還送了一個熱狗給太羅奧特曼 太羅奧特曼吃下了熱狗 恢復了能量 太神奇了 吃了熱狗的太羅奧特曼變身 恢復了能量 他也謝謝小豬佩奇 貝利亞已經被我打敗了 你可以放心回家了 就這樣太羅奧特曼回去了 小豬佩奇也開開心心的回家了